中原古迹带你走起 这里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的赵园村 这个村里面大多的居民都姓尚 而且在明清的时候 这里曾出了一个状元叫尚广剧 所以这里当时有非常多的明清古宅院 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 残留下的宅院并不多了 而且大多都有些破败 我带大家看一下 端刚正得这位房住的同意 可以进去拍摄 咱们就先进他的家里面看一下 这外面糊的是土墙 正对着的是一个神龛 供的是土地爷 这个是稻坐楼 它家里是有狗的 但是现在拴着 非常典型的明清四合院 这个正房 现在上半部分已经有所坍塌了 但是门上可以看出来 有门沾石 非常的讲究 全部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老木门 非常结实 已经有很多年头了 这是一个稻坐楼 也是现在主人居住的地方 这上面有两个非常大的门沾石 也是身份的象征 好 我们出去看其他地方 这些也都是老房子 当然有新建的有一部分 这个门没不错 就是大门锁着 我们不方便进去 这一家的屋主 门都是锁着的 我们往后面走 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在发现 这墙以前建的这么厚 虽然是土的 但是也非常结实 又来了一条狗 看 把我当坏人了 哇 这有个老院子 虽然已经塌了 我们可以直接进去 看看 站到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一个 非常非常漂亮的 砖雕隐蔽 或者是砖雕隐蔽 或者是砖雕门楼吧 箱前在正中间非常漂亮 现在周围的墙壁全部都塌掉了 看 看这个侧门上也是有门簪石的 这绝对是以前的大户人家 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雕刻吧 上面 雕的有喜鹊 有鹿 还有金鸡 都是鱼以吉祥的 这下面也是有五个动物 中间一个是凤华 有箭 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雕的都非常细法 这下面是一个神龛 神龛左右两边 各有一个宝瓶 看这个神龛的屋檐之上 或者屋脊之上 各有一个旺寿 刺牙咧嘴的 非常生动 可惜了 我们穿过这个小拱门 到里面再看一下 哇 这面堵着 根本就进不去 另外一面看能不能进去 杂草丛生了 这个侧房坦塌得非常严重 后面就是住房了 但是我估计是到达不了 我们走走看吧 就塌成这样了 全是杂草 不行 里面全是草 我们也进不去 太可惜了 我们也进不去 里面相邻的还有一个宅院 这个宅院门前 打扫得很干净 看样子应该是有人吧 我们从这侧边瞅瞅 容易 从侧边看 往往容易能发到发现惊喜 真是惊喜 房子都塌了 梁柱都在 有墙倒屋不塌 这直接可以走到这个住宅 我们顺着这边 我们顺着这走走看看 踩着垃圾的过来 踩着垃圾的过来 正到这个位置可以看到这个住宅的大体情况 这个是正房 这个是正房 上面的梁架保存都完好 后面还有墙两边吧 还雕刻的有非常多的砖雕 也是非常漂亮的 只不过我们进不去也看不清 好 这个上家的古宅 我们就探访到这里 好 好 谢谢观看